劳动部今天下午召开了基本工资工作小组会议 来讨论是否要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那么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最后决定不召开 也就是说短期之内基本工资调整无望 持续维持在208元 基本工资调涨到底有没有望 就连事前审议委员会开不开都卡在第三季经济衰退 出口未见好转一言再言 下午从两点开会到四点多终于拍板定案 GDP的部分第三季第四季也是不尽理想 而持续的低迷 那CPI的部分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第三季第四季 整个全年度到11月的话是负的0.3 经济的环境并不如预期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今年就不再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如果你是单纯用CPI单纯用GDP来看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吊诡的 因为你去摊开有一些公司的财报 赚前三季大赚的 而且超额赚的 赚得比新年多的大有人在 出口低迷你反而是需要内需来填补 填补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落差 虽然嘴里大骂 劳动部根本是和资方站在同一阵线 不过劳方心里早优地 毕竟以调涨工事来算最多也只能涨18元 对劳工来说意义根本不大 朱立伦就必须要概括承受马英九政府所做的决定 因为我们年初才敲锣党股 加薪事法 营造了台湾必须要加薪的气氛 结果你连基本工资你都不调整 过去五年基本工资 虽然调涨幅度都不大 但至少年年都有涨 如今却投出明年首度动涨震撼 但让基本工资只能停留在208元卡关 欢迎新闻 陈彦零零零台北采访报导